新冠肺炎风暴席卷全球 平日喧闹的大城小镇瞬间变得寂静 一扇扇家门相继关上 每个人留在家里隔离防疫 孤独感填满了内心 然而孤独对中国异议分子艾未未来说并不陌生 他还趁着疫情期间制作标志性的艺术设计口罩 为人道救援机构筹款 为了防疫 保持社交距离是时下流行的字眼 每个人生活在自己的安全区 寂寞和孤独成了人类的好朋友 可是激进主义艺术家艾未未却处之泰然 新冠病毒大流行 口罩已经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防护用品 艾未未不想虚度光阴 选择把最具影响力的设计印在口罩上 为人道救援组织筹款 帮助有需要的人 而 In the art, in traditionally, you have to go to galleries and museums but I don't believe in that I think that the art should happen when is needed especially in this kind of crisis when humans in desperate situation trying to use their imagination 爱薇薇说 口罩本身在历史上有很多政治含义 使它成为一块强大而充满活力的画布 就像是一个政治现成品 嘴皮具有艺术价值的非医疗用途口罩共有20款 部分款式单独发售 价格为50美元 另一部分是以主题为套装 包括手指系列 言论自由系列等等 资格为一套 售价是300美元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